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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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請看使徒行傳 使徒行傳 第一章 第一章 第八節 第八節 使徒行傳一章八節 但是您降臨在你們身上 你們就必得著能力 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 直到地極做我的見證 第八節 只要聖霊在你身上 你身上的力量 在耶路撒冷猶太和撒瑪利亞全土 更是我身上的惡性 早上我們談到 四福音的時候 曉得耶穌 在世上三年多的工作 是從加利利海到 南方的猶太全地 先中説教したのは 耶穌三年半 説教宣教した時に カレ利亞海から南方 ユダヤまで 在三年半裏面 主耶穌拳了十二個門徒 又再加上七十個門徒 三年半半 耶穌が選んだ十二弟子 主耶穌非常注重栽培訓練的工作 我們要體會耶穌基督的心腸 我們要體會耶穌基督的心腸 我們兩個老仆人 來到了日本很快 一轉眼 就要結束了 私 電動車と電動車奥さんが日本に来て あっという間時間過ぎてしまって もうすぐワルドが近づいてきました 坦白講 我們心裡非常地 著急的 私はコロナが焦ってます 就是沒有做好訓練栽培的工作 私はまだ訓練の その仕事 まだ育て仕事 まだうまくできてないか 我們真的很盼望 有人現身當船長 就好像九零年 我到新加坡工作 我就不斷的開始 一直呼籲 你們要現身當船長 直到十年後 我們常看到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感謝主 我們很盼望 在東京區的教會裡面 不要等到十年 我們有多少個十年可以讓我們等 趁著年幼 好好的給主所用 我常常說 如果有一個人現身 就代表我們全部了 因為大家共同鼓勵支持 好像最近約束指示到台灣受訓一樣 他從非常的掙扎 甚至於 沒辦法接受要去搜尋 他從非常的掙扎 甚至於 沒辦法接受要去搜尋 再來就所有的行李都放著不帶回來 並且一轉眼很高興說 我十月三號再去受訓一次就結業了 那我們大家也都知道 那我們大家也都知道 本來很少講話也不太會講話 為什麼一站到台上然後講到底下聽的人會掉眼淚 在高檀上上的説教的時候 聽到人們涙流著流著 這個原因在哪裡 那原因在哪裡 這就是 我們今天下午要繼續學習的道理 那原因是 引き続き勉強 耶穌聖天以後告訴門徒說 聖靈將你們在身上 你們必得著能力 耶穌聖天上的時代 聖靈將你們在身上 那些人在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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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耶路撒冷 猶太全力 一直到三馬利亞 到地級 所以耶路撒冷 猶太人 三馬利亞全土 還在地上 還在地上 好 我們請電子同工給我們地圖 其實我開動一下 好 我們看看 耶路撒冷 在這裡 我們早上有學過 猶太就在南部 耶路撒冷就是在猶太地 耶穌告訴門徒說 你們要等候上頭來的能力 意思就是告訴我們什麼 社會要有學歷 要有精力 要有財力 那我們在教會呢 不是說學歷經歷財力不好 而是說教會沒有上頭來的能力 你靠學歷經歷財力 沒有辦法真正得利 教會的工作跟社會的工作全然不一樣 社會要摩福利 讓大家生活的好 教會要得上頭來的能力 讓我們勝過魔鬼撒旦的誘惑 教會肯定要超越社會 教會 教會肯定要超越社會 教會肯定要超越社會 教會 那我們怎麼超越 我們早上講過 你沒有文化都沒關係 這個不是叫我們不必讀書喔 聖經裡面的工人 摩西學了埃及一切的學問 寶羅拜師學藝 他的老師是很出名的加瑪烈 他的老師是很出名的加瑪烈 寶羅有名的先生 明師出高徒 清出宜蘭勝於蘭 你加瑪烈還好 好 所以不是說學問沒有用 但是你不要忽略 而且彼得約翰是沒有學問的小名 很清楚喔 這麼有學問的保羅跟沒有學問的彼得 在使徒行傳裡面各佔一半 所以使徒行傳又稱為 彼得行傳跟保羅行傳 這個意思是什麼 彼得靠上頭來的能力 保羅也靠上頭來的能力 所以如果沒有上頭來的能力 那當然彼得不足為道 保羅頂瓜瓜 所以會一定看你的學歷 看你的口才啊 看你所擁有的比別人好 但是使徒行傳裡面就是教會的工作 聖靈的工作 所以一定要仰望上頭來的能力 主耶穌就告訴門徒 從耶路撒冷你在這邊做什麼 看使徒行傳第一章的十四節 第一章的十四節 最後一句話說他們同心合一在橫切禱告 十五節說大概有一百二十人 這就是很讓我們看到很明顯的他們聽耶穌的話 好 到了十二章的第四 第五節 十二章的一節 十二章的一節 說彼得被求在間裡 教會為他欠欠禱告 十二章的一節 教會為彼得迫切禱告 所以我們上個安息時談過耶路撒冷教會的楷模是什麼 同心可以横切祷告 我敢说耶稣的执事就是在我们墨田教会 大家同心会为他祷告 主耶稣纪念大家的代道 他从不愿意到非常愿意 这是180度的转变 这个力量谁给的 主耶稣垂听大家的切切代道 包括余奉奉的世界 在墨田教会跟前夜大家看到 魔鬼撒旦争灵的面目 我们不否认东京区三间教会都在祷告 但是我们可以说是墨田教会 最同心合一切切祷告 身至于尽死祷告 这是我们大家看得到的 所以耶路撒冷给我们留下的榜样是 你一定要同心合一横切祷告 再看第六章 第六章 第四节 这里耶路撒冷的传道人他讲 我们要专心祈祷传道 所以耶路撒冷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 除了同心合一横切祷告 一定要职责分明 东京区聘传道要做什么 我们要很清楚 以后我们东京区要成立总会 那现在东京区还没有总会 三间教会的职务会 就是要为所有的弟兄姐妹负起这个责任 东京区弟兄姐妹辛辛苦苦牢牢牢牢 蒙鼠天还要去アルバイト 这么辛苦奉献来的钱要做什么 提我这个传道来这里是サシミ 提我这个传道来这里是アソビ サシミとアソビ 楽しの嬉し 对啦 你聘了这个传道你就要流泪了 所以你一定要晓得东京区聘来的传道是专心祈祷传道 这是耶路撒冷教会给我们留下的办法 一个传道人要晓得今天大家来了做什么 他们要听到 道是什么 道就是生命 这些是神的羊 要吃好吃的在社会上大家都有 大农者的食物 上好的麦子 永生的食物 要透过你传道人的嘴巴 你没有用心去祷告 你没有用心去准备 就好像一个大厨一样 你大厨不用心随随便便 所以我们不能讲说你们都贪爱世界你们怎么都不来聚会 对撒旦会迷惑我们没有错 撒旦更会迷惑传道 让我传道交差了事就好 这很危险的 你有没有专心祈祷传道 这个是自己要对神负责 所以我们职务会责任很重 你们要聘什么样的传道 不必去比恩赐 恩赐各有不同 五千两千一千 你不管他几千 你要看他有没有那个精神 所以保罗也好彼得也好 只要他有精神 这就是一个好牧人 所以我们很怕传道不务正业 看犹大书 第六节 启示录前面犹大书第六节 犹大书六节 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 连天使都会不守本位 那我传道人有我的兴趣 有我的喜好 有我在社会上的专场 那我来到这里 我就随着我的兴趣 对不起 对不起 你已经不守本位 很危险 所以我们今天要让教会胜功发展 要让我们弟兄姐妹灵命更丰盛 主耶稣怎么讲的 好牧人应该是什么 看约翰福音 第十章 第九节 约翰福音十章的九节 说我就是门 从我进来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 第十节最后一句 要教养得生命 要得到更丰盛 你今天来聚会 你就是养 你就是要来吃草 就是要让你属灵的生命更丰盛 你今天来的没有比没有来还好 我来跟没有来一样 我来得不到什么 谁的责任 奉主耶稣圣明站在这里的人的责任 所以耶路撒冷教会 这些传道人使命感很重 传道者的使命感很重 这些行政工作 管理范食 管理的仕事 就是我们现代的总务 我们的财务 这些行政工作 有人恩事去做 传道人要好好的来牧羊羊群 你要全神灌入 人 灵魂体全部投入的 不是说你要我讲几篇道理 我现在算一算 那天有我们童工在一楼帮我算 他很聪明很敏感 传道写了 一共多少 四六二十四 现在还加上青年班 大概加起来要三十堂 要讲三十堂 我现在一回的スケジュール 一二三四五六 書いてあります 天堂者を説教する テーマ 何回回数 30回 很简单 我都当三十多年了有什么困难 眼镜推一推就有 耶稣找你算账 太随便了 给你不要讲三十堂 给你一堂你都不能随便 包括我们宗教教育的老师 宗教教育老师这些羊来到你前面 主耶稣说一条灵魂胜过全世界 你当宗教教育的老师 有没有专心祈祷 你不是说我明天要教 今天拿课本看一看而已 有 我们看到那样的教会 课本只有一本 摆在教会里面 老师轮流看 安息日早上来了 这是天才老师 我们不可能做这种事情 所以我虽然是宗教教育的老师 我就是牧者 这些小羊怎么办 有没有草吃 有没有使他的灵命更丰盛 所以一个教会 一定要专心祈祷 传道 这种牧者 然后才会从耶路撒冷 犹太全帝 撒玛利亚 一直到地脊 来 罗马帝国统治的地脊 亚欧非三国 所以我们耶路撒冷的教会 我们明白今天要学安提阿教会 在耶路撒冷教会中的一个安定奥教会 注意看 这里又有一个安提奥 有两个安提奥 这个安提奥是从耶路撒冷一直往上的 这个在叙利亚省 叙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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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安提奥呢 是在比西底 好 我们看一下圣经比较清楚 使徒行传十三章 使徒行传十三章 第一节 这个安提奥教会就是叙利亚省的安提奥教会 就是我们刚才看的这个位置 你从 反正你嫉妒巴勒斯坦上头往上就对了 这叙利亚省的安提奥 就是十三章 第一节这个安提奥 十三章 第一节这个安提奥 好 安提奥教会有几位先知和教师 有巴拉巴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那人 路求跟丰丰的往西利同样的马念并扫罗 这里一共安提奥教会有五虎将 五个人 我们说一三不容二虎 现在有五虎 那不是惨啊 那就开始你争武多了 没有 安提奥教会给我们的榜样是什么 第二节 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 圣明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赫扫罗去做 我招他们所做的功 这里看到 这五虎将 五个领导者 是侍奉主 怎么侍奉 禁食祷告的 国家的领导力是断食祈告的 所以第三节就看到他们禁食祈告 按熟在他们头上就打发巴拉巴赫扫罗去了 所以第四节说 这个是被圣明拆遣的 好 另外一个安提奥在哪里 十四节 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 来到比西底的安提奥就是这里 这边是亚细亚省 底下是比西底省 这里是叙利亚省 那耶路撒冷这就是罗马帝国统治的犹大省 犹大省 叙利亚省 比西底省 亚细亚省 然后过去这边就是马其顿 马其顿省 这下次我们会谈到马其顿的教会 所以罗马帝国统治的行省啦 分开行省 罗马帝国统治的当局是罗马其顿省 那现在我们所谈的是 叙利亚省安提奥教会的凯摩 那现在我们所谈的是 叙利亚省安提奥教会的凯摩 有的人 到了教会里面做圣工 也是在侍奉主 但是很奇怪的是什么 我常常说 在日常生活 好的要讲奇妙 不好的才讲奇怪 所以你得到恩典 你说好奇怪 那你错了 要改 要讲好奇妙 活见鬼才叫奇怪 所以我们被魔鬼诱惑了 这就是很奇怪的 你在社会上 跑到教会里面 把社会那一套搬到教会 那很危险 社会上的未发展寄负物社会的 全部教会里面 持着那是危险的 社会一定要争明 争权争利 社会有很多 金也有很多 権力也有很多 但是跑到教会 争这个做什么 教会只有奉献 教会奉辞的 不是只有奉献金钱 更要把人活活地献杀 生死能活活的换上 所以台教会 如果还在争名争权争利 那你这个教会 无可能发展百分之百垮的 教会前来港争 Rapunzel 会想成果 这些人穿着了 最近接到一个电话很难过 最近我找了一个电话的时候 就说 真耶稣教会 我们这个真耶稣教会 在这个国家里面 这个真 那个真 所以真的四分五裂 加拉泰书 第五章 十五节 加拉泰书五章的十五节 五章十五节说你们要谨慎 为什么要谨慎 相咬相吞 只怕彼此消灭 所以安提亚教会 给我们留下的楷模式 不管你领导者有几个 他们非常同心合一在祷告 禁食祷告 这样的侍奉神才会蒙圣灵同在同工 像余峰峰的世界 为什么我们祷告赶鬼的时候 要圣之人也一起来 我曾经在一个国家 也是遇到灵界的事情 要赶鬼 有一个圣之人员 我来就可以 你们都不用 我们以前赶鬼就是这样的 我们安安静静就跪在那边吧 让你去赶吧 这早就给魔鬼看穿了 你们彼此之间要赶鬼都在那边 真名一样啊 这鬼是我赶出去的 到底是余峰峰可怕还是我们赶鬼的人可怕 我们赶鬼的人比余峰峰更可怜更危险 余峰峰虽然又叫又喊 但是骄傲鬼已经尽到我的心了 余峰峰虽然又叫又喊 但是他可能是 魔鬼从起初就是骄傲的 到底是谁被魔鬼做工 我这个赶鬼的人已经被魔鬼做工了 他本身被造的 撒旦录了我的心 还像撒旦录了优大的心 优大都不知道 优大全都不知道 一个人被撒旦录的心他真的迷惑 他真的迷惑 一人撒旦录起来 所以安特拉教会给你们留下的榜样是什么 领导者一定要同心合一 绝对不能相咬相吐 魔鬼最厉害的一招 你夫妻一相咬相吞 可憐的是兒女 教會也一樣啊 教會也是一個家 屬靈的大家庭 讓你們所有領導者當中不和 貌和審理啦 表面上很和其實沒有 表面上不太好看 剛才中午在休息時間 橫濱婦女會打電話給傳道娘 傳道娘你在幫我們聽聽 我們詩歌交流會要唱的 這個要給我們墨田得安慰 因為墨田為了詩歌交流會 所以是在付出很多的心力 吉利 財力 籌備工作是很辛苦的 所以不管大家唱得好不好 那個精神要拿出來 大家唱得好嗎 精神的體力很大 我們墨田很多音樂人才 東京也有 蔣時代的橫濱真的很脆弱 我們福建話在講 無故的用妹啦 沒有牛就用馬 所以傳道娘這一頭老馬就被拉出來了 傳道娘你帶我們好 傳道娘沒有辦法跟他的弟弟比啦 他的弟弟是參加社會族獨唱冠軍 又是指揮好幾屆冠軍 但是傳道娘還好 比我好多了他有音樂細胞 我沒有 你彈第一首我會310首照唱 你看多厲害 我沒有音樂細胞 所以橫濱戶你會 在傳道娘陪他們這樣子 開始練唱 今天中午還特地從那邊打電話 傳道娘你透過手機 聽聽看我們有沒有走掉啦 有沒有變掉 這給我們莫天一個安慰啦 所以我們今天主要講這個是什麼 就是告訴我們說 一定要同心合一 傳道娘告訴他們 你們不要擔心你們沒有音樂細胞 你們不要擔心你們沒有音樂細胞 要擔心你們婦女會有沒有同心合一 如果你橫濱婦女會同心合一 如果你橫濱婦女會同心合一 天使跟你們一起唱 聖靈帶領你們 阿妹 講得好 今天安提亞教會就是這樣 這個 西里亞的安提亞教會 五個領導者 五個領導者 非常同心合一 他們沒有你真我 沒有說我才厲害 沒有這樣 所以他們同心合一在禁食禱告 我去到每一個國家幾乎都很喜歡 第一個要求就是教會領導者要禁食禱告 我們每一個國家都要禁食禱告 每一個國家都要禁食禱告 只有來到我們日本比較困難 因為我們大部分都是開餐廳 開餐廳要求禁食禱告這一點 不盡人錢不好 所以我們每到一個國家 要求教會領導者禁食一個月一次 因為每一個國家都要禁食禱告 世界的社會領導者 一月一回探索 從聖指令人開始 聖職者 再來要求負責人 提及教員 你一定要從領導者開始 離開封食禱告的力量多大 立體力量多大 聖靈一統再一統工 律魂鼓勇 你自己會很驚訝 我曾經去了一個國家 有一个教务的负责人 很有学问 在社会出人头地的 这个全亚洲的事业要交给他 他不要 他跟老板说 东北亚给我 东南亚给我的同学 我负责东北亚就好 他说因为我要更多的时间来侍奉 所以当他到我那个教会 他说传道 我们来推行禁食祷告 我说阿妹 我找到好童工 我说你推行我来讲禁食祷告的道理 他禁食祷告下来 全身都湿透 他说我去到哪里访问 他都去啊 他自己在这样到处跑的时候 他很惊讶 他说你当传道有没有看到这种现象 我说没有 他说我当负责人这么久 也没看到这种现象 他说我也去到好几个国家 他说圣灵在降临是怎样的 站着祷告 地上都是墓穴 没有地方跪 我们像部队一样 逼真向前看齐 大家排好 对准对准 站着就开始祷告 没有去按手啦 只有一个工人哪里有办法 但是负责人呢 他登记到调研内 这个也说是你 那个也说是你 那个也说是你 他一直在登记 他说为什么会这样 那你怎么困难到呢 圣灵亲自动口 那他自然发扰起来 不用你按手 那他按手 所以我常常说 你传道的时候 一个刀子一割也是流血啊 那我现在 传道上的手 那么多 现在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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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按手 人家受射灵 所以你这一丝手很厉害 那他 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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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按手 照样受射灵 那按手 按手 同样受射灵的事 可以吗 他这样的统计 他说一百多人 那呃 他说一百多人 怎么会那么多 那怎么困难大き 我一次说一次一百多 那一回百多人 只要去哪一个地方 哪个地方 他说传道我都要跟你去 那你怎么说一声 我说好啊 同工啊 那 那 那 为什么会这样 他先在教会推行禁食祷告 教会 教会 断食 没有先禁食祷告 没有这样的能力 不是去那边才祷告 事前准备工作 事前的禁食 事前的侍奉神 要同心合一 因为那个教会 从来没有禁食祷告 所以那一次 说要禁食祷告 吃东西不能喝水 他说那喝咖啡 喝咖啡 没有啦 圣经的禁食是不吃不喝 水啦茶啦咖啡 什么都不可以 你不能说没有喝酒就喝咖啡 那个教会的长老 只是传道都不懂哦 所以 大改革 大进步 大家知道禁食祷告的宝贵 这也是给这一位同工一个很大的鼓励 我们在家里自己要求 你要蒙神同在 你要蒙神同工 妻子为丈夫祷告 丈夫为妻子祷告 夫妻为儿女祷告 甚至儿女会父母祷告 你学习安提亚教会 同心合一禁食 马太福音 很好记 18、19、20 18章、19节、20节 这个跟基1、23一样的 有顺序嘛 18章、19节、20节 我又告诉你们 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 同心合一的求什么事 我在天上的父 必为他们成全 二十节 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 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二十节 我们这样世界各地区 一直鼓励啊 没有办法天天聚会 像我们末天星期五 跟礼拜六 跟星期日 我们青年班的负责 拿一个表给我看 我看得很感动 给传道人看说 哇 做得这么详细 有蓝色的、有黑色的、有红色的 青年会的名单 青年会的名单 青年会的スケジュール 你差しもらったんですけど 我本当 塗ったところ 蓝色的是出席率聚会 非常好 有聚会就来 黑色的是安息日看到的 红色的是快流血了 都看不到 啊 我说墨田教会真的很用心 我们今天 为什么要这么详细 去做这个表格 好 这些红色的你没有办法来聚会 我们用手机 用mail 用电脑 鼓励 他们说 你们在家里 附近也好 两个人同心合意祷告 神崔田 家是什么 一男一女结婚叫做家 那个房子不叫家 那个是建筑物 家是一男一女结婚 这叫成家 所以结婚叫做成家立业啊 那你两个人夫妻在家里要常常同心合意祷告 大家都很关心罗摩鲁 我们也很坦白 跟这个 圈吉弟兄鼓励啊 他不弃前都叫我老哥 我说老弟 现在浪摩鲁不在 你省下很多时间 你要带领全家 更多的时间 同心合意祷告 所以我们今天任何一个家庭 都能同心合意祷告 你生了小孩 两岁三岁也好 你就可以同心合意祷告 你会很惊讶 恩田怎么一直临到你这个家 恩田怎么一直临到你这个家 你不输给耶路撒冷教会 也不输给安提阿教会 那耶路撒冷教会 你也不输给安提阿教会 你也不输给安提阿教会 我们墨田教会怎么来的 我们墨田教会怎么来的 美瑞源开始 美瑞源开始 为什么 美瑞源也不是教会啊 美瑞源教会 对 但是我们超过三个人 同心合意 所以圣功战发展是这样来的 侍奉主是什么 十三章告诉我们很清楚 约翰福音的十路行传的十三章 十三章的十三章 十三章的十三章 第二节说 侍奉主禁食祷告啊 十三章の二節 所以我们一般都认为说 哎呀你会讲道 你会欢迎 你会弹琴 你会领思 这个才叫侍奉主 错了 最基本 最重要的侍奉主 是听耶稣吩咐门徒的 在耶路撒冷等候 仰望上头来的能力 一番 いいのは得る力 得到 本当にエルサムにいて 耶稣がいましたけど 上から得到力 を待つ 所以如果 没有先 仰望上头来的能力 这个是侍奉主的第一步 最重要的根基啊 第一章目的 一番 基本的 有的人很喜欢做圣工 偏命做 偏命做 仪配 要是 祂把造工当做兴趣 但是失去的真正 圣经所定的侍奉主 你只是满足你自己的工作欲望而已 工作成为一种欲望 我很喜欢讲道 怎么才给我讲三堂 最好给我三十堂 讲越多我越高兴 讲道成为我的欲望 满足我的花表欲望 全空 所以你真的爱讲道吗 你真的喜欢讲道吗 请你先跪 请你先祷告 你学习侍奉主的第一步 所以在教会做圣工跟走天国路一样 你没有跪免谈 你说传道啊 我膝盖有毛病 你们能跪我不能啊 我站着 所以有时候大家在祷告 我站着 你第一个 你要问他说 请问你膝盖有毛病吗 要不要去看医生 为什么你不能跪 要关心 不要开始就批评 你真的不能跪 你坐着躺着都没关系 但是你能够一定要跪 跪得久的人才能够站得久 跪得久的人才能够不断地走天国路 跪得久的人才能够不断地走天国路 小朋友都很会唱歌 诗歌小朋友的诗歌 多祷告都有能力 少祷告少有能力 不祷告没有能力 我们注意看 莫田教会感谢主 轮到我催世了 一定先在这里祷告 轮到我插发 先来祷告 轮到我做生命祷告 一百分 所以有时候你看 有的人很喜欢做圣工 但是听道理也看不到他 祷告也看不到他 很可怜的 所以十三章的第四节才说 他们是被圣灵猜拳 不是这五个人 前面这五个领导者 我们要去南非工作 刚好就好像我们十月份 有连总的常务负责人 要来我们日本开会 到去南非之前我在加拿大 加拿大温哥华 刚好也是连总的常务去那里开会 加拿大温哥华 我们都在加拿大温哥华 我很诚恳地说 拜托你们帮我们两个暗所祷告好吗 我们现在要去南非工作 我们希望圣灵 连绵保守 我们有这样的信心 所以你看同心合一 暗所的时候圣经很清楚说 不是这五个人拆派的 是圣灵拆派 为什么我常常说 帮人暗所祷告 跟我自己祷告 帮人暗所祷告有压力 自己祷告 比较没有压力 因为人家到前面来要让我暗所祷告 这个出来要让我暗所祷告的人 可能灵修都比我好 我暗什么 还帮到忙 越暗 说主啊你赦免我 我到底配不配帮他暗所 我当然不知道 那你当传道不帮人暗所又不对 所以每次我要帮人暗所 我说主啊你先赦免我 可能我不配帮他暗 你圣灵亲自暗好了 万又不行 每一回暗宿ondere 我自己先赋免我 selv是学友自然 感免我 所以我们如果让圣灵拆派回来 if you receive Jesus 圣灵拆 這個杯子你可以用也可以把它丟掉 我今天認為你很得意 你看所有的杯子機我在這裡 我最帥 我最厲害 我最漂亮 你可以把它丟掉 器皿沒有可誇 讓憑主人擺用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一個器皿而已 主啊我不配 你這個寶貝聖靈在我身上 今天真耶穌教會 真在哪裡真的有聖靈 真在哪裡真的有神 真在哪裡聖靈永遠同在常常同在 我們每個人都有聖靈 主耶穌說我向你吹一口氣 聖靈拆遣你 聖靈拆遣你 不是只有保羅巴拉巴被拆遣 我們今天一直祷告求聖你做什麼 早上博民勉勵我們你在哪裡 今天晚上在庚聖靈禮勵我們 我在聖靈教會裡 我在聖靈教會裡 你在聖靈教會裡做什麼 我在聖靈教會裡做什麼 我在這裡花熱心 你沒看到嗎傳到 哎呀你眼鏡才剛剛換新的 還看不清楚 姑父換眼鏡 我這裡聖靈熱心裡 你度數不行還要再去調嗎 我多來機會你還看不到我 對你有來聖靈很熱心 不要忘記 聖靈在你身上是要拆遣你 聖靈在你身上是要拆遣你 所以把十三章第四節記起來 十三章第四節很容易記 一加三等於四馬 很容易記 一加三等於四馬 我有聖靈不是只有禱告震動而已 聖靈已經拆遣我 聖靈已經拆遣我 所以你無論去到哪裡 你就是大使啊 天國的大使 真耶穌教會的大使 新耶穌教會的大使 你去到哪裡都要讓人家看出 你是真耶穌教會的真基督徒 我們都不輸給巴拉巴跟保羅 所以你看巴拉巴保羅一出去工作 人家以為他們是神啊 哎呀神 真的神在他們存在 對啦 我們早上也談過 神從神生的就是神 但是我常常反過來說 我們傳道是神沒有錯 但是不要變假神 但是我之前在說 神的間違反 如果這個聖靈拆遣就是真的 聖靈拆遣就是真的 聖靈拆遣 沒有聖靈拆遣 對不起 聖靈拆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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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基督是主人很有意思的 耶穌基督是主人很有意思的 16节行段的16章 16章的第6节我们看到说圣灵禁止 16章的第6节 第7节最后一句话说耶穌的灵不宜行 所以我们要有计划不是没有计划 做圣工要有计划 但是计划以后你还要谦卑顺序 我是圣灵拆遣的所以我要亲圣灵 圣灵会调转保罗他们的教会 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做圣工 计划没有错 但是计划完把所有的计划交给耶穌 我们今天在教会给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 圣灵向寓祖火柱再颇指 再颇指 现在要保持在市场 寻思寻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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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我们的职行 被人家都跟着 谁想要保持在 dólares 到底要怎么样 没有计划不行 但是祷告 落届祷告 圣灵亲自来干什么 如果我们明白了圣灵是祷告 那我们今天在教会 不敢作威作 为什么 圣灵能力要记住这句话 马太福音28章 马太福音28章 耶稣进天来会祂 天上地下所有的圣灵都是福 耶稣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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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十九二十就是两个使命 一个对外宣道 一个对内道教 所以我们要晓得 真耶稣教会里面 仰望上头来的是圣灵以利 有人真的说 嘿你们传道现在要讲内力 汉神啊 这个汉神啊 那个汉神啊 所以我们不用手段 我们是仰望上头来的田屏 当中 如果传道人 你没有仰望上出来的 所有的权品能力 你没有去从那个远古来吸取 那你十九二十节就做不到 对外的步道对内的造就 你都没有 对外的步道对外的步道